天气太热了 很多朋友都喜欢吃烤鱼 但是不知道在家里面怎么做烤鱼啊 今天我就把它分享给大家 做烤鱼首选的就是这种钳鱼 其次的话是草鱼或者是黑鱼 钳鱼的话入制鲜嫩 没有小刺老少接你 钳鱼打枕干净过的话 咱们来给它切一下 沿着脊骨这里切开就行 来一点盐 配上了姜葱 胡椒粉 活转活转的先给它腌制起来 再来切上一点姜葱蒜口 做烤鱼的配菜准备几个红皮的土豆 切成小坨坨 如果是大坨坨的话 就可以把它切成那个条 再来上一个洋葱 多放一点 因为老板喜欢吃 切块 再来几根四季的 明洋火锅底料 再来上一小块 给它切一下 大概的话 就是七八十克的样子 咱们今天用的这个明洋火锅底料 它是一款手工全能型的底料 不仅仅可以吃火锅 平时做烤鱼 煮鱼 烧菜 炒菜等等 只需要放上一点点的话 香味就会提升很多 吃火锅 你放一包 加水 烧开就是火锅 就是一门一样的味道 这个明洋火锅底料 我知道火锅底料的高端品牌 超市里面卖得非常的贵 一包基本上就要三十多块钱 咱们现在搞活动 一包两包 三包四百五十克大方砖 只要五十九块八 海包油 相当于一包二十块钱都不到 真的特别的划算 喜欢吃高端火锅底料的朋友 可以点视频下方链接 直接去购买 对不对 对 锅里下入筍振的菜籽油 稍微多一点 鱼要炸一下 油温烧至七成热 下前鱼炸至 下锅过后 先暂时不要去动它 用大火炸就行了 一面已经炸来差不多了 把这个鱼清净的给它翻上一面 家里面如果有条件的朋友 也可以用那个炭火慢慢的烤 这样子烤出来的鱼就会更加的香哈 鱼肉全部都已经炸香了 漏瓢露出来先控油 再来下土豆 四鸡豆 锅里面留一丁点底油 下干花椒可口呛锅 姜葱蒜 两年成量的红油老豆瓣 炒香出味后明洋火锅底料 有了明洋火锅底料就不用再去放烤鱼料和其他的料了 做出来都超级的好吃了 加水 调味一勺糖 胡椒粉 鸡精 孜然粉稍微多一点 突出一个烤鱼的香 稍微来一点花雕酒 烧开过后就可以关火了 洋葱放入烤鱼盘中打底 这样子等一会儿再煮的时候 鱼就不会煮浮 放入炸好的鱼 土豆和四鸡豆给它放边上就行 炒好的烤鱼汤汁给它淋上去 上灶点火给它烤起 烧开过后转小火 给它烤过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鱼的时间煮来差不多了 来上一点藤椒油 撒一点香菜结 关火上桌 冲发 咱们今天的香辣烤鱼就做好了 真子做的烤鱼是外香热嫩 并且孜然香辣味浓郁 做法特别的简单 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饭店的味道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自己试着去告一行 不喜欢的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过了 这个不听话的小家伙 吃了一根南瓜丁火凉拌的 有点辣 又在喊鱼 鱼好不好吃吗 鱼好吃吧 不吃鱼了好不好 不吃鱼了好不好 要吃鱼要吃鱼 洋葱特别好吃 吃洋葱 吃洋葱 谢谢啊 哦 姐姐 鱼 鱼 鱼 拿到饭里面弄一下 嗯 这种鱼没有刺吃起来安逸哈 我来的味道辣 辣的 来的不辣 来的不辣 够了吗 哈哈哈哈 你还把辣子来的啊 嗯 哎呦 哈哈